周幽王一把拉住身边的宫女 手忙脚乱解开裤腰带 正当我以为好戏要开始的时候 他却直接使用裤腰带将宫女当场勒死 原来周幽王由于继位时候年龄太小 大臣包想担心他沉溺于酒色 于是当着他的面把他喜欢的宫女杀了 又给他安排了又老又丑的女人 这让血气方刚的周幽王相当气愤 为了纵情享乐 他不顾骑山发生地震 坚决要大臣国师父给他选美 开出清国之车 把天下最美的美女给我选来 从今以后 天下的美酒要尽我所饮 天下的美食要尽我所想 天下的美女要尽我所欲 懂吗 伯师父就此按照周幽王的旨意前去选美 只要是女的就得带到宫里 供周幽王享乐 一时间闹得名愿沸腾 大臣包想前来劝谏 却被周幽王胆了正着 正愁没法报杀心爱宫女之仇 不由分说就将包想割了舌头关到牢中 一关就是三年 包想的儿子包洪德看着父亲遭受牢狱之灾心如刀绞 发誓要将父亲救出去 于是向朝中太史柏杨父寻求帮助 柏杨父对于包想的遭遇心生怜悯 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 让他学习苏护送苏打击给周王的例子 也给好色的周幽王送礼 如此便能将他父亲救出去 想当初包想正式劝谏周幽王远离女色 才被割了舌头关了三年 如今却要尽献美女才能让他出云 这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他坚决不同意如此下作之法 但儿子包洪德可不管这么多 只想救父亲于水火 出去后就开始在民间搜寻极品美女 在小河边看到了美若天仙倾国倾城的女子 将他任作包国的公主取名包四 一番打扮之后准备带入宫中营救父亲 也许是天意弄人 包四在沿途中爱上了包洪德 并且为他露出了唯一真情流露的笑声 此时的周幽王虽然有后宫家里无数 但没有一个女子能入他的法眼 当他第一眼看到包四就深深爱上眼前这个女子 包想就此获救 周幽王从此溺在了包四的温柔乡里 连续数日不上朝是常有的事 不久之后 包四又为周幽王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伯父 包四虽然美若天仙 但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从来不孝 这让周幽王一直无可奈何